我最喜欢的赛车类电影简单头文字D 你要问为什么,我也找不到理由 电影开始,两个嚣张的帅哥相互约定 他们要挑战日本所有的山路 一个从南边开,一个从北边开 因为所有的选手,他们在进行决战 镜头一转,林林的青明山 一张豆腐块正在潇洒过弯 轻松地说唱音乐,让轮胎的摩擦声意外觉得好听 投赢豆腐店里,请自了周杰伦第一次现身 他是一名高中生,名叫拓汉 有车技,也有一个喜欢的林班女孩 女孩很乖很听话,年一轻轻就做兼职贴补家用 托海也做兼职,在朋友阿姆的家里加油打工 这天加油站里来了一个车手 声称要找本地区民山的车神 气焰诚恳又嚣张 据说晚上会在区民山等车人出现 然后自以为是的阿姆带着托海开车赴约 三长一个车队都在等 钟李毅和高销梁介都在这里 钟李毅答应陪阿姆玩玩 实际上是想跟梁介展示下自己的实力 这是电影的第一波赛车 没有后面的决战四季 可是依然帅气有节奏 比赛还没开始,阿姆的车就提前枪跑 钟李毅的车是GT2,性能强劲 加速,转向,飘移 一跳下来行为流水 阿姆的车自己都开不稳 走要右晃,最后直接撞车 把托海送回家 后者下车就是一阵偶酷 梁介在便利店里告诉钟李毅 GT2虽然马力大,但是车头重 每次走过弯,钟李毅都拿不准最佳路线 如果这个缺点克服不了 是斗不过他的FC的 钟李毅不服,晚上在山上 一个地点车,忽然身后一辆快车 急驰而来,钟李毅瞅了一眼 一脚右门直接甩开 可没过一会儿,后面的车再次跟了上来 还有一点要超车的意思 钟李毅连续加速过弯 可结果还是被超了过去 钟李毅呆住了,那辆白车 移到绝美的S2线,潇洒过弯 这应该就是秋名山车神了 第二天天亮,钟李毅再次找到加油站 他说他输给了一辆A186 上面是藤原豆腐店的招牌 想在礼拜六再次正式赛一场 阿姆特爹知道那是谁 那就是他的老友,童原文泰 可童原文泰现在眼里除了酒就成豆腐了 要他去比赛,别开玩笑了 那天,拓海刚下班就碰到了夏叔 拓海前几天为他打过架 夏叔特意来得感谢他的 他还告诉拓海 我买了件很性感的永逸 哇,这个诱人的夏天 引起了多少人的憧憬啊 拓海想回来借车,可他爹的车 哪那么好借的 晚上阿姆特爹立花又衣 来找文泰出去喝酒 在这里他才知道 有的GT2那辆车是拓海开的 这五年,文泰一直这样拓海 去秋明山送豆腐 一开始一个多小时一趟 后来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就出了意外 车里的豆腐全部撞碎了 他爹就在车里给他放了杯水 水洒了,回来就要挨揍 然后一开始是两个小时 再来是一个小时 最后有多快,他也不知道了 拓海这么厉害 因为想让他再和GT2比一场 有钱他储 他年轻时候跟文泰一样 也喜欢赛车 第二天下午 连接找到豆腐店 想要找车人赛一场 他打听到 文泰是当年的天才车手 本身有可能会成为 日本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的 可惜在19年前早早结婚 现在连媳妇也离开了 晚上文泰再次喝醉 把钥匙交给拓海 让他再去赢一次那辆GT2 此时的山顶 多人都在等着秋明山车人的到来 忽然AD八路上山 他们以为车身到场 结果上上去却发现 是桃源拓海 钟离这才知道 那么赢他的是这条子 接着全片第二次赛车开始 这也算是本片的一个小高潮 看一个送豆腐的 如何打败一个专业的赛车手 开始起步 GT2遥遥领先 八路动力不够强劲 在直道上很难超越GT2 可是秋明山已弯道居多 特别是最后的五连发卡弯 到了那里 才是拓海大展身手的时候 钟离在这条路上练了很久 每次过弯都是最佳路线 可八路还是警惕着GT2的屁股 八路一直在找机会超车 可GT2用车身卡位 根本不给机会 车速很快 几分钟过去 他们就到了最后的五个机弯 可是八路依然不减速 观测员都说 这个速度是不可能过弯的 可此时拓海再次加速 以排水区的沟壳 卡住轮台轨迹 另一道过弯迅速超车 在之后的五连发卡弯 GT2是不可能再追上来的 胜负一分 梁介提早离开了赛道 GT2减速 八路胜出 周总这想消不想消的表情 真是太壮了 拓海下山 遇到了等待已久的高桥梁介 这么快就能下山 梁介的速度也是不容小觑 梁介想和拓海比一场 可拓海却说 这是他巴让他来的 可能不会有下次了 但是可能你明天 又改变主意了呢 赢了赛车 拓海如愿接到车 带着夏叔去游泳 夏叔穿了那一件 专门为拓海买的心甘泳衣 拓海因为从小被他跌打 身上有了不少伤疤 夏叔却说 这样才有男子气概嘛 如此善解人意的夏叔 怎能让人不爱嘛 这一天 拓海玩得好快乐 比赛车赢比赛还要快乐 夏叔主动握住拓海的手 然后一吻惊情 拓海那不知所措的右手 看懂之想笑 然后这货就是满脸吃醉 一整天 晚上 阿莫要拓海叫他开车 却突然遇上后面一辆赛车顶屁股 这货是严惩精刺 也是个车手 是专门来挑衅的 开口闭口就是垃圾 还害得他们出了车祸 差点跌出悬崖 拓海气不过 大喊一声我来开 可等他开上阿莫这辆新A86 就觉得不对劲 车身很飘 每次过弯 刹车都好像没反应 轮胎好像要飞出去 一出弯感觉就要翻车 可拓海不管 一定要追到那混蛋 熊明山正常路上 他还没输过谁 拓海连续的B车 对方速度不行 只想着挡路 结果就是一连串的碰撞 拓海看看后视镜 无奈地摇摇头 回到豆腐店 阿姆直接吐到云了过去 为啥这次的车会这么难开 阿姆的爹告诉拓海 这车是阿姆被人家坑了 才买回来的 你家那辆 可是你爹花了很多心血 精心调教的 拓海回家 看了那辆个A86 第一次想到 做车手真的那么好玩啊 下手再次找到拓海 帮忙做家务 人漂亮 声音又好听 他告诉拓海 你将来一定会成为 世界级的赛车手的 人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是他一个叔叔告诉他的 拓海问 这个叔叔是谁 下手没有回答 拓海再次来到秋名山 每一个弯道 拓海都清晰地记得 发生的事情 或许 他真的可以成为一名赛车手 山顶上 高桥梁姐在改装车辆 拓海第一次问出 关于赛车的专业数据 梁姐也不藏着掖者 给他介绍 专业赛车所要的数据 引擎 入气量 排气的涡轮 避震器的强度 这些都要相互配合 根据每次行车资料 逐个去调教 这辆巴热的平衡性能 已经被调节到无懈可及 可是每辆车都有极限 这辆车 很快就满足不了你了 拓海兴趣加倍 和梁姐约定 三个礼拜后再来赛场 这时又有一个专业车手出现 他就是徐腾精一 帝王车队的队长 是严惩轻刺 专门找来系统拓海的 两辆车擦身而过 精一飘移掉头 快速追上 拓海明显感到敌意 紧跟着精一的车屁股 还是那句 在区民山弯道上 他还没输过谁 可这次他怎么追 都没法超车 因为他再快 也是辆86 精一的车 是过轮增压跑车 Lancer Evolution 强制的加速 让锦晴直接爆缸 车灯闪烁 A186逐渐停了下来 拓海看着自己的战车 停止了战斗 一时间不知所措 高校梁姐带人赶到 查看情况 精一和青次也掉转回来 对拓海冷嘲热讽 梁姐帮拓海 款解尴尬 你们都是职业车手 怎么会看得起 我们这些业余车手呢 可梁姐这个业余车手 也是赢过徐腾精一的 精一离开前 撂下花 想要再赛 随时打电话 拓海一句话也没说 第一次尝到了战败的滋味 他盯着自己的爱车 看了一天 梁姐知道拓海说的很不服气 他已经遇到徐腾精一 三个礼拜之后再比一场 他还告诉拓海 如果你需要车 我有 可拓海只想开自己的车 没有车开 夏树又要去乡下住两个礼拜 拓海两手空空的 落寞到不行 他爹看到拓海现在的样子 就把A186拉了出去 进行重金改装 直接给86换上了赛车专用的引擎 回来的时候 直接把阿姆他爹给干吐了 拔了重金复活 拓海眼里止不住的兴奋 晚上 拓海再次上秋冰山试车 发动机转速很高 但是每次入彎 速度却很慢 拓海怎么也找不到之前的感觉 是车没调好吗 这时 他爹现身 亲自带着拓海 重上秋冰山 心里引擎 需要用新的开发 这车的马力 必须要到 一万一千转以上 才能发挥出来 镜头拉远 把柳像一颗龙珠 在神龙的体内盘旋 再次提速 眼前的景物 逐渐开始虚化 这凸显车速的效果 真是没谁了 三分多钟 跑完秋冰山 拓海忍不住跟朋友炫耀 可是阿姆却告诉他 自己在乡下的酒店 看到夏树 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 言语轻调 分明是在侮辱夏树 拓海上去就是一拳 直接和好友反目成仇 拓海刚刚才有的精神 瞬间消失在一起 那种迫切想要求证的心情 营绕全身 整天都在电话机旁 等待夏树的电话 梁姐找来 提醒拓海 不要忘了晚上的约站 今天就是星期六 所有人都在等到你的A186 拓海准备开车上山 却在半路看到了 别人车里的夏树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掉软车头追了许久 直到眼睁睁 看到那辆车离开 拓海打电话给夏树 说晚上就来找他 可得到的却是直败的拒绝 酒店的夏树 看着身后的叔叔 第一次提出离开 他不想再做现在的事 他只想跟拓海在一起 这点女人先放一放 终极赛事马上开始 所有人员在山顶到齐 虚定精一是直接 把他的赛车拉过来的 他告诉高桥两届 我精一不会输给同一个人 两次 所有人都已经等不及了 马上开始封山路 忽然一辆黑白相见的快车杀入 上山路就开始飘移 拔六是真的帅呀 这次的拓海一改之嫌了拘谨 有点目中无人的霸气 梁介提醒拓海 精一是职业车手 但职业车手也有缺点 拓海回答 音乐逐渐加大 三辆赛车熟赛道 分别是精一的E3 梁介的FC 还有拓海的A186 倒数完毕 三辆赛车同时弹射出去 职业车手带队 所有的速度都加快了 赛车真的是手脚并用 眼脑共通 浑身的细胞都随着速度的提升 而激情澎湃 让我也看得是异常兴奋 前面就开始弯道 梁介的FC忽然落后到第三位 车速很高 三辆车过弯的速度都超过了100公里 梁介和拓海同步挂挡加速 就是这里了 FC和A186同时利用排水钩快速过弯 超过了一旦 这是因为职业车手在赛车道上 每次转运弯的时候 在职业上都会留有一定的空隙 现在是86第一 FC第二 可现在赛车还没结束 三个人都加足了马力 这是精一明显有些着急的 从此想要超车被FC卡在后面 忽然无限播报 有让轿车进入山路 向山上进发 这时候需要所有车手 保持车距并减慢车速 可惊异不听 想要趁机快速超车 结果一个急转弯 车身不得控制 从山坡上掉了下去 超队人赶紧去救 剩下两辆车继续比赛 现在到了五年发下弯 86的速度依然领先 但是这辆车的性能 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忽然FC加速 在弯道处并驾齐驱 完成超越 FC的性能马力都超过86 梁介一直跟在后面 就是一直在学习拓海的跑法 剩下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拓海的反超机会很渺满 可是赛车不是马力大就是最好 马力大对轮胎造成的压力也大 之后的每个弯 FC都不能进入最佳路线 所以拓海反超的机会 就在最后两个弯道 马上要到达终点 所有的观众也都紧张到了极点 杨介一路领先 却明显感到86带来了压力 直到最后一个弯道 FC过弯速度明显减慢 拓海一脚油门 把速度提高极致 内线飘移超车 在最后关头率先冲过中间 86赢了 86才是真正的秋名山车神 所有的观众欢呼雀跃 梁介也帅气一笑 拓海长嘘一口气 轻松下山 这俩人真正是帅到眉谱 梁介想要组建职业车队 邀请拓海加入 拓海暂时没答应 因为他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夜晚在夏树家门前 一个男人把夏树送回家 男人想要勤力 却被夏树拒绝了 可这一幕还是被远处的拓海看到了 夏树慌乱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拓海也失望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剩下的只有一路向北 后世境里的世界 越来越远的道别 我一路向北 离开有你的季节 最后拓海打电话给朋友阿牧和解 又打电话给梁介 提出加入车队 自此电影结束 头文字笛就是飘跃的英文 Draft的简写 是由刘伟强和麦兆辉 联合导演的电影 能把动漫改编成这样好看 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 这部也是周杰伦首部主演的电影 他也因此拿到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 电影里周杰伦 陈冠希 于文乐 还有陈小春 各有各的帅点 非常符合年少时幻想的动漫男主的模样 那时青春的自己 也遐想过会像他们一样的帅气 也假想过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会有夏树一样的女孩来追 可结果却是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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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